台中市大理区一处固定测速感堪称是台中小金库 去年超速举发高达了8974件 罚单的金额破千万 当地民众表示因为附近有医院跟学校 所以车辆经过真的必须要减速慢行 另外让庸路人吓一跳的是 竟然有马车行驶在台中火车站附近的单行道 而且白马还意图闯红灯 差一点撞上了绿灯执行的机车 也让骑士吓到频频回头 事后把行车的画面分享到网路社群 网友也惊呼难道是穿越时空 险些被撞男骑士吓到不要脏话 频频回头确认自己不是眼花 居然有白马载着新郎新娘迎娶马车 出现在2024的市区街道上 而且白马似乎有点不受控 尽管是红灯还不断地往前走 马车司机手上的绳索紧紧拉着 就怕马而失控会在大马路上狂奔 亮成危险 实在太震惊 南骑士三度飙出口 事发电影就在靠近台中火车站的柳川东街 单行道 事后骑士将行车画面分享到网路社群 网友逗趣表示 难道骑士穿越时空 对此侠选警方提醒 如果有类似应取需求 必须事先申请 由相关人员进行交管 确保用人的安全 另外让驾驶心甲甲甲的就是会在大理区 谷光路二段这一个固定测速感 堪称是台中小金库 因为光去年拍的测速罚单 金额就破千万 根据统计 这根固定测速感 一百一十二年整年度 举发八千九百七四件超速 罚金高达一千零七十六万元 今年光一二月已经累计四百七十件 罚金来到五十六万四千多元 测速执法是为降低交通事故 发生之严重性 拥入人应依数线行使 警方强调民众务必留意速限 除了避免荷包失血 如果遇到突发状况 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 确保自身与他人的行程安全 记者是黄金明 黄志尧 台中报道